還有什麼購物值得去留意去買呢? 我覺得中二棟是不妨可以去監獄一下 因為它抽得比較強一點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是業績 其實是做得英俊 其實最主要的一點是 因為期內高收入增長了一成 你股東的零件人增長了7% 其實這些是穩穩陣陣 最好是派息的末期息增長了38% 其實這就是穩穩陣陣的收息股 暫時要繼續去看它 但是因為短期來說它升得太厲害了 所以我寧願等些什麼呢? 就看看大使會不會有機會跳蝦 這些水平它能整理得到 其得穩在22000樓上才能有機會彈上去 如果它彈上去 即是能夠彈上去 其實應該是ATMX就會抽上去 因為現在是ATMX彈完上去後又有整股 它是靠其他股、燈籠股、 即是941或者其他生物科技股都會放著 而你的指數其實不堆下去 所以其實這些又調整一下大使也堆不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看看今晚中概股的股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找 如果那些又沒事沒有過的話 可能還有一個時間窗口 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那些科技股可以 能夠吸收資金的話才能彈上去 萬一不行的話 大使調整下來 其實衝移動也會有機會調整 正如你 市堆下去的衝移動也一樣跟對 但這些其實你堆下去也不需要太擔心 現在因為它抽得很厲害 因為它跟著大使抽上來 再加上那個業績的OK和派適境 只能看到這麼厲害我現在衝進去 但這個問題是你買派適盤的時候有多少錢才買 所以你如果未買的話 要寧願等下去 起碼等它回到去 可能54元 或者樓下附近補回這些上升年口 才考試買進去 那就是拿著 或者你多分兩三柱去儲存 其實調整下來又不怕 其實之前說過 要是你50多元 於是用它儲存 它堆下去 怕的話就要走一點點 如果不怕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拿著也沒有薄 其實都維持著這個看法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撐一下的話 就等一會 其實當然也很強 如果大使抽上去就不犯罪 連前浪頂都破了 但你不一定會升 那就可以掉了 所以未買的話 可以去等一會 甚至如果你真的很想買的話 你現隔去忍住 但我覺得還是要分住 那就是為什麼 最後另一柱頭 你真的等它50多元的話 那先進去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